2015年之前都要获得一个MyEmail的这个邮箱 那刹热月 是否在郊区有着款品的服务等等 现在有吗?刹热月有吗? 总有一些地方 你也可能去过刹热月吧 一些内陆的地方的话 开车坐着船 还要走两个小时才能够到 但Wi-Fi很快 你是不是要投资 对这些非常内陆的 我了解在中国 在中国很多地区 很内陆的地区 甚至沙漠地区 他们都有这个无限上网 政府都能把一些无限上网 给当地那些农民 这是政府的长野的目标 希望都能够做到 不过在基本设施 在这种宽屏服务的这个投资的数目来讲 如果说有一些区域性的 住在郊区 深入在森林地方的 他住在那地方 他还提出同样的要求 如果国家要用很多的资源 要满足地 要符合这几个 这一小部分的要求的话 在投资成本上来说 他必须要考量 这个投资是否适合 是否应该请他们 搬离开那个地方到城市来住 你觉得呢 你觉得应该请他们搬出来还是 对国家的发展来说 对人民发展来说的话 我们真的是希望 人民要改革他们的水平 我们也希望他们离开他们基础的 你觉得是应该国家把这个资源投入到那边呢 还是希望把他们拉出来 从那个地方搬出来 这个是任何的政府所不都面对的同样的困难 就是你要把他们请出来的时候 你同时要尊重他们积留在那边的潜力 这是所有的发展当国家 你看西方国家来的时候 不过我们政府最偏重是把他们请出来 还是把那边把资源带进去 就我所了解 在沙巴沙拉瓦 因为这个现象的话在西马是不明显的 西马的话你可能是看到原住民那些 不过在东瓦 在沙巴沙拉瓦的话 我们去看过一些地方 就算你把他们给请出来的时候 他们不适合这种小城市的生活 他们宁可回到他们的家园去 就算要走两个小时的山路的话 他们都愿意了 那么我们就只能够尊重他的生活了 所以只能够希望说 提供好的教育 好的服务 在半城市的地方 或者是小城市的地方 小厢城的地方 提供好的服务 希望把他们的孩子 提高更多的教育的时候 希望他们能够改变他们现有的什么方式 然后这个也证明到 你是否有没有尊重他们 在原始森林里头 生活的这个权利 这个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拉回到我们的课题 因为这还是个很遥远的故事 那么这个课题来讲的话 我看到的就是这么有几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歌手站台 一个方面是我们的歌手 歌手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该不该去站台的问题 该还是不该 他去的那个场合算不算站台 他去的那个场合算不算站台 他告诉你我不在站台 就是有这样子一个ready crowd 我去表演 这个就好像那个杨爱玲所说的 那个entertainer的这个意思了 就是我们 你不要问我政治 政治不关我事 我脑子里面没有政治 我脑子里面只有歌曲 就是会表演 我相信真的有这样子 就是包括就是他讲的这些光良啊 林沐宇童啊 沈沐宇童啊 林雨忠啊 大概都是你说的这样子的 就是没有 没有 我没有问过他们的 他是否是这样子的话 他自己 我们从你的话中间判断出来 他们是这样子的 但我没去出过 但判断的话 您对我的手法判断 另外一个方面我来讲 除了他们歌手这一个方面来看的话呢 我们还看到就是请歌手的这一个部分 就是谁请这个歌手 因为这些歌手都 他们的这个行为啊 包括他们该说什么话 不该说什么话 能说什么话 不能说什么话 都由他们的经纪公司所规定的 而这些经纪公司呢 又受制于什么呢 又受制于就是管制他们的人 就好像过去你说这些电台啊 受制于这个MCMC啊 这些歌手呢 可能也受制于文化部的这些管制 这些经纪公司也受制于他们的管制 如果他们不遵守这个规定的话 您是说 这个有很明显的这个调规在管制 我说这个说 我弄这个说 我觉得是很有 我有很明显的调规管制 我在经纪人的话呢 他在盘算 他在盘算说 我这个艺人 我栽培的出来这个艺人 然后到这个场合去表演 对于我们的这个艺人的未来的发展 或者是对他整个事业的发展 对他公司的利益的考量的话 他有不同的考量方式 我觉得我们也要尊重他的方式 他如果虽然不划算 他不来这里表演 他去其他地方表演 他觉得这个划算 这个应该好啊 或者是他有点感情 所以他是杀到一个人 他可能是跟某些政党的一些人物 可能是有一些亲眼关系 或者是朋友啊等等 他觉得 哎我要 这些都是我的素伯 我跟他们很说 他们觉得他们也不坏啊 我就来表演 或许我不应该公开表态支持他 不过他是我一个尊重的长辈 我就来 他请到我去 我就去吧 我们就不应该把它简单的简化成站台 不是站台 站台是表达立场 不表达立场 站台是不表达立场 是不对的 就不谈私费了 成长辈里就不谈私费了 没想到你的功力那么深厚啊 再多了那么多的圈子啊 拐了那么多的城墙的弯子啊 其实我觉得他还是 不是有话直说了吗 是有话直说了 其实我觉得他还是受制于某一个 比如说他的经纪公司啊 对不对 这是很明显的这一点 刚才我们跟这个什么 Jeff啊 跟那个这个阿九的经纪人啊 包括我们还跟这个 黄明志的经纪人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黄明志经纪人 我们也想请黄明志就是发表一些意见 在这个方面 在黄明志的经纪人就告诉我们 这个说的他不适合发表什么意见 因为他发表什么意见的话呢 可能他会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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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子的风险 而这些风险来自的什么呢 来自的都是受管制的机构 对不对 比如说他现在要跟这个文化部 想申请贷款啊 想通过他的电影 这些事情如果他不能够都会受到这些影响 就是就好像我们现在报章也喜欢说 啊没办法 我们没办法表达我们的这个声音 因为为什么我们这些报章都受到出版印刷法令的约束啊 种种之类的 你看现在的报章还有办法阻止你不表达的方式吗 有有报章有报章也有的 有报章有报章有的 有报章有的 他非常非常明显的这个 如果说是对 这个内政部的发一个信息过来 让你去喝咖啡 他们也很难受的 我想这个做法有它一定的根据 有一定的根据 就好比如我们看 就是我们怀族群的话 你看马来前锋报 前锋报的报道 你看你是义愤天人 你巴不得政府把它给关掉了 你巴不得政府说要求他 你这个东西是不能够登的 但是李沙木定讲 就是中文报比前锋报更过分 这一个呢就是同样道理的 也有从马来族群的角度来看 它说你的中文报的 某一些报纸的一些言论 或者是一些评论员的那个做法 也是跟我们所说的 前锋报的一些本格当是一样的 所以你这个东西要达成一个平衡点 我觉得有个办法 就是马华呀 组织这个前锋报跟新洲日报 两个人坐在一起来讨论 讨论一下就是怎么样搞好关系 互相停止休战不要骂战 我想说如果评论员 提的都是个社会国家的课题 你说的是一些理性的一个数据 一些理念的话 你说一个马来西亚有人应该反对吗 我看不到应该反对的地方 可是一个马来西亚如果出现了 各自表述 各自前世的情况 我们也必须要把这个东西把它拉进来 寻找最大的共同点 我们的共同点在哪里 而不是每天强调 划清地盘 划清地盘说 你华人大团结了 所以我们马来人应该大团结 这些都是一种零和的这种心态 零和游戏的心态跟思维 这个对国家来讲是一点好处的 那我们也注意到 就是有评论人员 就是在网上发表另外的看法 这些看法就是说 我们这些评论人也好 社会人士也好 甚至一些官员 甚至政党人士也好 你们不要这样子 用你们的这种所谓的道德观念 去做这种道德审判 对这个艺人做这种道德审判 那说艺人有什么想法 就是你们认为他是道德的 就是道德的 你们认为他不道德的 就是不道德的 你不要说 就是说这个艺人就占了国阵的台 对于明年的支持者来讲 就认为这些艺人是没有良知的 没有良心的 或者是就是没有这个是非观念的 同样的如果他占了这个明年的台 这是国阵的支持者 也是这样子认为 我觉得这个评论人说的是非常中肯